手心与手背的另一种权势 作者 蝶舞沧海 他出生那年 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 母亲只生了这一胎 就做了劫萨 按理说 他应该是家中的独苗了 但是 偏偏在他姑姑坠地之前 已经有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家伙 哭声嘹亮地候着他了 于是 他就这样做了弟弟 两个人长得实在太像了 父母不知谁是谁的时候 就解开他们的纽扣 他的胸前有一颗痣 而哥哥没有 学校里 两个人你追我赶谁也不服输 年年捧回的奖状都是花开病地 他们兄弟俩成为村里人教育孩子的楷模 成为父母的骄傲 然而 这种安宁维持到他们初中时出现了变化 那天 父亲在地里被一条毒蛇咬伤 因救治不及时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他们虽然清贫却幸福的天空 一下子坍塌了 母亲瘦弱的肩膀扛不起两个孩子的求学路 在父亲的一项前 母亲流着泪高高抛出一枚硬币 正面代表他 反面代表哥哥 三个人同时紧张地屏住了呼吸 一道银白的抛物线后是反面 他急得一脚踩在硬币上 这样不公平 看母亲态度坚决 他突然灵机一动 指着自己胸前的那颗痣 强词夺理地说 你们看我 我与哥哥有什么不同 我胸怀大智 我才是上天注定的读书人 母亲文言崩溃般坐在地上 自责地哭号 为一个十多岁孩子的绞尽脑汁 为他自己的力不从心 哥哥主动退了学 挽起袖子和裤腿下了田 他穿得干干净净去了学校 他很开心 很快乐 只是 眼前老是不由自主地 晃过两个画面 让他的快乐突兀沉下 一个是哥哥退学时的伤心眼神 另一个是哥哥仗红了脸 强忍着不哭的面孔 高中时学习紧张 他入校 因为穷 食堂的荤菜他吃得少 哥哥就隔三差五 骑着自行车给他送菜 是各种不同的鱼 有鲸鱼 鲤鱼 善鱼 做法也不同 大鱼是煎的或红烧的 小鱼是晒干了油炸的 还有虾 红红的虾与青绿的胶丝炒在一起 色香诱人 这些口味纯正的野生鱼 让整个寝室的人很眼馋 常有同学买了别的荤菜 要和他交换 他胃口大开 身体长得结实强壮 那天 他要找一本学习资料 匆忙回了家 母亲在菜园里忙活 告诉他 哥哥又捕鱼去了 他沿着水边寻找 看到了哥哥 哥哥胸前挂着一个鱼篓 浑身上下水淋淋的 鱼具是用两根烤弯的竹竿 和一面鱼网制的 三面风一面开 哥哥正扑通扑通 用一只脚使劲朝开的那面踩水 提网时 里面就活蹦乱跳着几尾鱼 小弟 你回来了 他突然听见 哥哥欢快的叫道 哥哥上了岸 竟没有穿鞋 用一块布裹着脚 一直缠到小腿上系着 他张了张嘴 还没问就有了答案 水那么深 能穿什么鞋呢 他们往回家的小路上走 哥哥拉了他一拍 在他身后慢吞吞的磨蹭 他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身后的影子似乎一拳一拐的 黄昏将至的寂静空气里 他甚至能听到一种隐忍的倒吸凉气的声音 刹那间惊雾 他回头果然看到一条蜿蜒带着血迹的脚印 他想过去掺一把 但哥哥那满身的泥浆让他无处落手 好在很快到了家 哥哥退下长裤和裹脚布时 他的喉头一下子哽咽了 那脚被水泡得发白发皱 脚底划开一条口露出红嫩的肉来 像婴儿张开哭泣的小嘴 腿上也渗着血 一条马黄贪婪的扎进了半个身子 看他这样 哥哥咧嘴一笑 没事 狗里破磁烂瓦滑的 几天不沾水自然就好了 他给哥哥用棉球擦起伤口时 哥哥居然扭泥的红了脸 哥哥脚上有多少心伤就很啊 他想起那些美味的鱼 眼圈禁不住红了 后来他常常想 人的一生就像一盘棋 一朝不慎满盘结束 他庆幸自己当初推翻了硬币的决定 否则遭罪的就会是他了 但转念一想 如果退学的是自己 自己会这样给哥哥捕鱼吗 他想了很久 却没有肯定的答案 这样一笔 他脸上有些火辣辣的 他这才知道 根本不是有没有痣的问题 而是谁爱得多 谁就输的一种必然 他考上一所医科大学 外地的 母亲身体越来越差 家中举战累累 哥哥说 弟 我随你一起去城里打工吧 我供你读书 他没有意义 也只能这样了 走的那天 母亲将他们的手紧紧地攥在一起说 你们兄弟就是妈的手心手背呀 他知道母亲的担心 信誓旦旦地保证 以后一定兄弟同心 绝不忘哥哥 大二时 他喜欢上了戏里的一个女孩 他给他写情书 一封又一封 却如石沉大海 但女孩太美丽了 他欲罢不能 于是 他想在财务上给女孩点刺激 哥哥在骑着三轮车送生活费来时 他心里做着激烈的斗争 他不是不知道哥哥的苦 哥哥在一家建材市场做搬运工人 每一分钱都是从汗水里摔出来的 哥哥的收入刚好够他们俩紧巴巴的开销 他计算不清这些钱要经过多么艰辛的积累 所以那句要钱的谎言在嗓子里被他吞下土上 难以出口 就在犹豫不决时 他意外的发现了哥哥的一个小动作 他看到哥哥掏出钱时 顺手把一张百元钞票塞到了另一个衣兜里 哥哥的房租早交了 合饭三五元一份 何况每天都有固定收入的 还留着一百元钱做什么 于是 接过钱时 他心里带着气 毫不犹豫的说 学校要交资料费一百元 哥哥吃惊的看着他 迟疑了一会儿 还是摸出那张钞票放到他手上 他得意的笑笑 掉头走开了 当晚 他就买了一大束火红的玫瑰 约女孩看了场电影 爱情更甜蜜的靠近 可是 花钱却如流水 周末 他坐了两趟公交车 找到了那个建材市场 准备再去要哥哥的私房钱 在灰尘域喧嚣中 胡乱穿梭 他头都晕了 这时 一个满身汗臭的搬运工人 跑了过来 拍拍他的肩膀 用浓重的香音说 兄弟 没内伤吧 你看看你 不是我说你 有钱不给搬运队交管理费 反而买了身新衣服穿上 早就跟你说了 搬运队的头是黑道上混的 咱惹不起呀 他听得一头雾水 目瞪口呆 那人接着说 赶紧去把那一百元月费 交了再来吧 再这样偷偷摸摸的干 被头逮住 又得挨顿毒打 况且 你这样谁都怕遭连累 不敢与你共事的 我先干活去了 家里孩子 等着我寄钱上学呢 他看着那个人走开 脑子里突然漆黑一团 像灯火通明的夜晚 没有任何预兆的断了电 他在原地愣了好久 反复咀嚼着这些话 然后 像一头发疯的困兽撒开了腿四处乱窜 在每个门面 每个角落 终于 他在拐角处的角落里 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果然没人和哥哥共事 哥哥正咬着牙关 一个人下火 哥哥鼻青脸肿 被汗水渗透的衣背上 还留着散乱的皮鞋印 和隐约的血痕 哥哥那么吃力 每蹒跚一步 整个人连同扛着的木板 便晃晃悠悠 他一直坚硬的心 像玻璃光当一声落了地 哥哥瘦弱的肩 扛起的何止是木板 而是他整个人生啊 哥 他声嘶力竭的大叫一声 不管不顾的 终于哭出声来 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成熟 他把精力重新放回学业上 可于兼了两份家教 哥哥被他赶回了家 照顾母亲 他欠哥哥的实在太多了 他毕业后回到家乡 分到市里最好的医院 就在那一年冬天 哥哥在乡下结了婚 婚礼上 他当着满堂宾客 给了哥哥一千元的礼金 哥哥拉着嫂子给他拘了一躬 说 弟弟真好 围观的乡亲也在嘖嘖赞叹 这个弟弟好 真好 他在一旁听着 鼻子发酸 后来 他遇上了一个温暖的女子 两人相爱了 他带她回乡下 临走前 他到医院开了一堆的护肝片 他好奇的问他买给谁的 他便给他 唯唯讲述了一对 孪生兄弟的故事 于是 他知道了那枚硬币和那颗痣 知道了 哥哥给弟弟捕鱼 患上血腥虫病 廉价药物 治好了血腥虫病 却让哥哥 落下血腥虫病肝 要是再不控制 就会引起肝硬化 弟弟被蒙在鼓里 心安理得那么多年 前不久 才从嫂子口中得知一切 他问他 如果 鸾生兄弟是一只手 那么 谁是手心 谁是手背 没等他回答 他就忍不住先哭了 他说 妈妈说 手心手背都一样 其实不一样 在这个故事里 无私的哥哥是手背 自私的弟弟是手心 因为 要用手遮蔽风雨烈日时 始终是手背向上 呵护着手心 而伸出手迎接礼物和花朵时 手背就退居其次 手心愁上 在你回魂的时刻 让我为你唱首歌 我的好兄弟 心里有哭你对我说 前方大路一起走 哪怕是和你一起过 哭点泪点 又能说什么 在你许愿我的时候 我来陪你一起度过 我的好兄弟 心里有哭你对我说 人生难得起起落落 还是要坚强的生活 哭过笑过 就笑你还有我 我来陪你对我让你感觉 他在你拿下来 我来陪你 好兄弟